就是撐住他的手腕 然後跟撐住他的手肘 然後我們也是要做他這個關節的運動 然後跟他那個 就是讓他這個地方放鬆 對對,就是那邊 好,謝謝 那就是慢慢的上抬 上抬 然後這個動作還可以做的是 可以讓他這樣子 因為有的老人家他的手 都會比較趨向於肢體的內部 都會這樣QQ 他甚至要連把自己撐起來的機會 都會被限制 所以之前也有遇過 附件師會這樣子 幫他們稍微再做 手肘這裡關節的運動 那我輕輕的 嗯 也是要進步 會痛嗎? 對,會痛嗎? 會痛嗎? 腳掌痛嗎?不是 是腳掌先吃飯飯 你的飯還沒吃完 就是我毒蛀當你那個 好 自己 他會自己推那個啦 可是他其實是在 我來沒國外 經半年才開始急 因為他在這裡住很久啊 很久啊 沒有辦法還沒來他就在 對啊 啊好 吃飯飽才會去睡 我就是拍 就是之前拿奶奶 有一次奶奶就是咬了之後 她的這個不是對的嘴 她是往這裡 就是不會對著腳 她已經有點搞不清楚自己要往哪裡送 可是她知道有這個動作 然後後來就是有在 就是也是一個重複的動作訓練 然後可能就是她咬了起來之後 然後就引導了她的手 然後往這個地方走 然後久了她就知道 就是這個位置這個角度會到達水 這個關鍵是這個關鍵的東西 然後看她可能是從其沒有使用會退化 然後所以她的關鍵都會比較僵硬 有時候你可能就是 就要一點點的抬一下子 她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在長者的訓練當中 很多時候都會讓人家覺得沒有成就感 多半是因為長者的原本的生理退化跟限制 然後導致她的進步並不大 其實其實人家要我先進步 其實也是可以很快的 我也是要養愛朋友 這樣子 我們的護家的蘇阿嬤蘇奶奶 那一開始剛入住的時候 她的上司的肌力比較法力 沒有辦法自己拿起湯匙吃飯 那經過了兩三個月的訓練 然後跟評估 發現她其實還是有她的護健潛能 其實她可以做得更好 那在同仁然後跟實習生的幫忙之下 那有成功的訓練奶奶現在可以自己的吃飯 那之前會有嗆咳的問題 在餵食的過程當中 我嗆咳的問題 就讓她自己吃 讓她自己掌控吃飯的速度之後 就再也沒有出現嗆咳的狀況 那這是對她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那期望未來我們可以再更多的下肢的訓練 然後訓練她有更大的附近前人 然後減少她的退化 那其實在我們的一些慢性的招呼機構 那也有很多的長者 有可能因為一些慢性疾病 或者是失智的問題 導致她身體的功能逐漸的在退化當中 那其實在很多長輩呢 她在包括她進食的能力就越來越退化 那自己能夠進食的狀況呢 也因為這樣子受到一些限制 甚至影響到她的生活的品質 那藉由所謂的自主支援的方式呢 來做將近半年的一些訓練 那讓原先可能需要靠其他照護者 來協助餵食的長輩 再經由一些激勵的訓練 一些吞咽的訓練 一些靈活度的一些訓練呢 讓她慢慢能夠自己使用這些餐具 而且能夠讓自己慢慢的有進食的能力 我想這也是針對在家屬的照護上面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進步 那也可以讓生活的品質可以提升 讓病患本身有可能面臨到這些退化的程度呢 可以減少到一些程度 那也希望是可以讓這樣照護的一些品質的模式呢 我們可以多加的推廣 讓我們在未來這些長照的照護的一些理念 跟我們的實行上面可以得到更好的一個發展 那我們也樂見於說 讓我們這些未來的長照照護的情形呢 不是只是單純照顧失能者 而是能夠預防失能的程度 那也是我們在推廣這些長照很重要的一個目標 家中的長輩出現了一些吞咽習慣的改變 譬如說飲食的習慣 她本來很喜歡吃硬的 然後突然不吃了 就只吃軟的 或者是她開始流口水 然後長輩自己都沒有感覺 或你聽到她很頻繁的親喉嚨咳嗽 那有可能就是有一些吞咽障礙的症狀出現 那在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們會很建議要請到醫院 然後請復健科的醫師跟語言治療師來做評估 那透過一些臨床的評估 我們會去尋找一些解決的方法 譬如說透過口腔激勵的訓練 或是靈活度的訓練 可以讓整體的 口腔的舌頭 舌頭讓她更靈活的去動作 然後你吞東西的時候也會比較的順暢 那例如說故事中提到獅子的阿嬤 有時候她們會有巨食的狀況 那可以按照說她們過去一些飲食的習慣 愛吃的東西 開始去協助她們 找到她們愛吃的東西 讓她們找回之前吃東西的快樂 跟一些記憶 然後這樣的話就可以改善她們整體的吞咽 禁食的安全性 也包括整體的生活品質都可以提升 阿嬤不要吃了 就是我毒蛀當你那個 好 自己 她會自己推那個啦 可是她其實是在 我來的不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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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的不愛